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试试我的无影脚 有 季小龙 你让我睡个好觉行不行啊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熊大鸡师傅小心 熊大鸡师傅 你没事吧 师傅 熊大鸡 熊大鸡 师傅 谁 谁在叫熊大鸡 你熊大鸡又是谁啊 醒了醒了 小龙快来 熊大鸡醒了 师傅 你终于醒了 太好了 我 这是谁啊 怪心死了 这是哪儿啊 师傅 我是小龙啊 你们又是谁啊 师傅不认识我了 小鸡鸡 师傅不认识我了 不要活了 他刚醒过来 一下子可能想不起来 我们提示提示他 小龙 你先打套拳给他看看 好 师傅 看好了 师傅 想起来没 完全想不起来 熊大鸡 看这个 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个小鸡有点面熟 你是 你是 想不起来 看来得出绝招了 来 熊大鸡 你最爱吃的 吃吧 吃吧 吃了就想起来 天哪 这是你最爱喝的玉米汤 怎么样 什么东西 难吃死了 鸡丁 还有什么办法没 好了 够了 这么难喝的东西 还说是我的最爱 你们别骗我了 熊大鸡 你要去哪里 我想去踢球 熊大鸡这是怎么了 书上说 脑袋是过撞击 会造成一部分血管堵塞 是大脑某部分攻血不足 产生功能衰退或者失灵 大脑皮层的储存区 也可能随之减弱 以往的信息序列 就会显现不出来 别啰嗦了 到底是什么吗 简单的说就是失忆 失忆 对 失忆 不过不用担心 这属于暂时性失忆 我们可以唤醒它的 早啊 熊大鸡一定还在睡觉 我们好好商量一下 怎么唤醒它 早上好 不会吧 昨天你说你叫鸡丁是不是呀 请用早餐 那你一定是鸡小龙了 请慢用 不知合不合你们的胃口 那你吃什么 我吃这个就行了 我吃这个就行了 它要去哪儿啊 熊大鸡 等一下 熊大鸡竟然修我顶去了 太感动了 打扫完毕 我要去踢球了 熊大鸡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那我们还要不要唤醒它 这个嘛 可以可以 冲啊 好累呀 睡觉时间到了 你为什么到我的房间呀 怎么回事 熊大鸡 睡在我的床上 什么呀 这是我的房间 我的床 有办法了 看好了 一是我的房间 二是你的房间 三是小龙的房间 记住了 你是二 你要睡觉就进二号门 知道了吗 好了 快去睡吧 记住了 是二号 我是二号 终于可以睡觉了 我是二号 我是二号 我是 我是几号啊 熊大鸡到自己房间没 到 小龙呢 到 那熄灯睡觉吧 别死了 别死我了 好臭啊 我的房间是哪一个来着 嗯 啊 熊大鸡 你怎么又跑我房间来了 嗯 有什么办法呢 嗯 我用画笔在门上写下我们的名字 嗯 这下就不会错了 嗯 嗯 记住了啊 写着熊大鸡的 就是你的房间 嗯 嗯 那我睡觉去了 嗯 嗯 嗯 总算搞定了 睡觉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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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大鸡又怎么了 嗯 嗯 我不认识那些字了 嗯 嗯 都是诗意嗨的 嗯 嘿 嘿嘿 啊 是熊大鸡 嘿嘿 嗯 嗯 到哪儿去了呢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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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啊 親爱的小鸡 你好啊 啊 嗯 你好 谢谢你帮我捡球 嗯 瘦高高 熊大鸡为什么见了我们不赶快逃我 对啊 喂 你是熊大鸡嘛 我不知道哎 什么 你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 我真的想不起来了 嗯 小龙他们说 我换了十一帚 从前的事都忘了 十一帚 嘿嘿嘿 喂 那你知道我是谁吗 不知道 那我呢 也不知道 我们一起来踢球好不好呀 好吧 我们踢球 踢什么球啊 干正事 小鸡啊 踢球一点都不好玩 我们带你去玩一个好玩的东西好吧 什么东西 你跟我们走就是了 哦 熊大鸡 水热不热呀 不热不热 我要再热一点 哦 好 我再去拿些柴火过来 跑步步 你看着 好舒服 这一次我们做什么口味的鸡呢 柴火来了 哦 哦 哦 哇 火大起来了 马上就可以吃鸡肉了 哦 哦 哦 是哦 熊大鸡 水热怎么 熊大鸡不见了 去哪儿了 熊大鸡 熊大鸡跑哪儿去了呀 一二 一二 啊 烦虎虎虎 给我上 嗯 我们去把虊大鸡抓回来 嗯 前面树林有烟冒出来 我们过去看看 嗯 为什么你们要用绳子捆住我呀 一会儿就可以吃了 什么 你们要吃我 什么 想吃我 我们上 鸡飞蛋打拳 打人先打脸 不是说打脸吗 骗你的 熊大鸡师傅 这招我也要学 熊大鸡我和你拼了 熊大鸡师傅 想吃后面 居然没事 火鼠狼 好怀念熊大鸡失忆的那段时光呀 我也是 自从熊大鸡灰腹肌以后 我们就再也没有吃过一顿像样的早餐了 何止呀 家里的薯片 地瓜干巧克力 羊肺干全都不见了 所以我们只能吃这个了 отк 好 虎 大鸡 您 含 地震啦 手高高 今天急事要是怎么了 手高高 我怕 没出息的家伙 我们抓的不是鸡 是理想 四代祖先保佑 今天一定抓到鸡 保佑 保佑 进行进行 冲啊冲啊 烦死了 影响我打游戏 熊大鸡 熊大鸡 怎么回事 熊大鸡师傅 果然名不惜全 打嗝的威力都这么大 哼 这哪里是威力大呀 明明就是它的体重大 看来熊大鸡的打个仗还挺严重的 嗯 这简直是噩梦嘛 这样下去可不行 得赶紧想个办法 嗯 嗯 这样就差不多了 是比刚刚好多了 玩游戏去喽 我也锻炼去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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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飞鸡在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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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抓鸡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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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憋气疗法没有用啊 放心 我早就准备好了第二套方案 啊 什么方案 恐鹤疗法 你气死我了 大哥都能打成这样 我还以为是地震呢 是啊 是啊 鬼啊 可恶 这样都能睡得着 嗯 真是的 打白天怎么可能闹鬼嘛 就是 还不都是你 叫那么大声吓死我了 没出息的家伙 装鬼的一定是鸡小龙和鸡丁 以为这样就可以阻止我抓鸡 太天真了 嗯 你在哪呢 鸡丁 你在找什么呀 嗯 找到了 呵呵 就是这个 超级铜锣 它的声响是普通铜锣的一百倍 这次绝对没问题 嗯 这次一定行 来 带上这个 声音了法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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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焦死我了 哼 我就不信了 哼哼 炸弹疗法一定行 这可是我特制的炸弹 只有这一枚了 哼哼 不要说一个凶打击了 五个凶打击都没问题 嗯 还能把阁治好 小龙 搬到这儿来 哦 来了 炸弹呢 抓到鸡啦 抓到鸡啦 怎么是照弹呢 睡得好爽啊 我是没辙了 还是去玩游戏吧 不行 我得想办法治好凶打击的冰 来的给你洗一下胃 放心师傅 我一定能治好您 可恶 居然给鸡重水 害不到那儿了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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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放心 我再换个方法治疗您的大哥 别着急师傅 用这个催眠疗法一定能治好您 看来鸡小龙没发现我们 好机会 睡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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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记你的烦恼 忘记你的过去 忘记你的过去 忘记大哥 忘记大哥 奇怪 怎么还没好啊 看来只有去找一些医学书来看看了 忘记烦恼 忘记过去 解脱了 师傅 师傅 我有办法治疗您的大哥了 师傅 我有办法治您的大哥了 你看 这次一定能成功 点穴秘籍 这样真的有效果吗 对呀 只要在师傅身上点几下就好了 放心吧 我要开始了师傅 小龙 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呀 怎么会不好使呢 难道我点错了穴位 我就不信点不中 哈哈哈哈 这回应该可以了 怎么还不好使啊 胸大鸡是不是疯了 最好不要吃饼鸡 看来只能抓鸡小龙了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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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恶 是谁这么卑鄙 又是你们这两个坏蛋 别得意 鸡小龙 今天你就要成为我们的盘中餐了 鸡小龙 我要吃了你 我可真生气了 鸡小龙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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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会放弃的 我一定要吃到鸡肉